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伴身边 他咬着同伴的耳朵 用力想将他拉起来 走到旁边安全的地方去 但是他还太小了 没有足够的力气拉动同伴 而他的同伴已经不幸被车撞死了 再也不可能起来 悲伤的小狗很无助 他太伤心了 他全身发抖 连站都站不稳 快要倒下来了 救助站的人接到电话 匆匆赶到现场 发现了这悲伤的一幕 倒在地上的小狗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死了一段时间了 可怜他的同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虽然这条小狗并没有受伤 但他却因为悲伤过度 在马路上不知所措 四处游荡 他走路亮亮呛呛 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 这实在是太可怜了 本来两条小奶狗可以相依为命 同伴却意外走了 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小狗痛苦地嚎叫着 他很伤心 但又能怎么办呢 他的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 救助人员轻轻地安抚他 小狗慢慢安静下来 救助人员检查了一下小狗的状况 发现他并没有受伤 只是吓坏了 因为靠在同伴的身边 他身上也沾满了鲜血 他最终没能将同伴救起来 救助人员将他和死去的同伴一起放进笼子里 带回救助站再来处理 小狗还在关心同伴 一直舔着他身上的毛 可怜的小家伙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救助人员将他们带回来 准备先处理一下死去的小狗 这可怜的小家伙应该只有一个月大小 就要独自在野外流浪 可惜他没能照顾好自己 让车给撞死了 救助人员打来了温水 将死掉的小狗放进去 好好将他身上的污秽洗掉 他没能好好活在这世上 走的时候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希望去到汪兴不会再有伤害吧 救助人员好好给小狗洗了个澡 擦拭干净 他找来了一个纸箱子 将小狗放进去 就算是临终给他的一个新家吧 他就不再是流浪狗了 去到汪兴后 也不会居无定所 救助人员就在附近找了一块好地方 在这里挖了一个大坑 把小狗埋在这里 他的同伴就生活在周围 可以经常过来陪他 他在下面也不至于孤单 可怜的小家伙 活在这世上尽受苦了 一生下来就成了一条流浪狗 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安稳的日子 和朋友一起过着流浪的生活 现在总算有固定的居所 不用再到外面去流浪了 而他的朋友也有人收养 不用他担心 再见了小狗 再见了 这个世界 适者已适 活着的还要坚强地活下去 他的同伴还处在失去朋友的悲伤之中 接下来 救助人员要好好地照顾这个活下来的小家伙 他因为悲伤 全身剧烈颤抖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朋友 今天怎么就没了 他以后该怎么办 会生活得很孤独吗 救助人员很认真地帮他擦拭干净身上的污垢 细心地用毛毯裹住他的身体 这样小狗就不会发抖得那么厉害了吧 救助人员拿出食物喂给他吃 小狗一面发抖 一面吃着递过来的食物 他实在是太饿了 流浪的日子里 他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 他已经忘记了食物是什么味道了 从此 他就有家了 再也不用担心忍动挨饿 也不用担心马路上突如其来的危险 希望他一直健康地生活下去 感谢世上所有帮助流浪动物的人 因为有你们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 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路很黑 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 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当我长大 给你一个家 当我长大了 给你一个家 你别把我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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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家